歡迎收聽《新視角》 聽新聞 我是Hermione 中共對臺灣施加的軍事和政治壓力日增 大紀元獲得福建省內部備戰調查文件 學者表示 習近平或提前攻臺 福建省是大陸離臺灣最近的一省 中共軍方10月11日通過微博表示 近日在福建南部進行搶灘登陸實戰演習 附上的影片顯示 一小群士兵呈小庭搶灘 蒸製煙霧彈 突破鐵絲網 並在沙灘挖掘壕溝 但未知演練 與何時進行 在中華民國建立110週年紀念日10月10日前一天 習近平發表對臺講話 聲稱要統一臺灣 但未談威脅使用武力 在此之前 10月1日到5日 中共派150架次軍機擾臺 大紀元發現 中共近年在密集進行旨在備戰的 所謂國防動員潛力統計調查 外界關注 海海戰爭是否一觸即發 大紀元獨家獲得福建泉州 慧安縣國防動員委員會內部文件 題為《關於國防動員潛力調查統計的通知》 文件顯示 這一調查統計是按照軍事鬥爭準備的需要 全面準確及時掌握國防動員資源 以提高國防動員的快速反應能力和平戰轉換能力 達到高效參戰和支援保障作戰的目的 並要求統計絕對不能出現差錯和遺漏 該文件於2020年1月2日發布 要求有關表格於1月10日網上報送慧安縣武裝部 文件所付的黨政機關潛力登記表 要求填寫的項目除了名稱、聯繫方式和所屬之外 對員工數量分年齡層統計 分別是18至35歲、36至45歲、45歲以上 另外 還要求填寫單位高級支撐人員數量 和單位高級研究生人員數量 徽安縣是福建省泉州市夏轄的一個縣 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東北部介於泉州灣和梅州灣之間 東臨臺灣海峽 大紀元記者致電徽安縣政府詢問有關民兵事宜 徽安縣政府工作人員回答 要18至35歲 要往戶口所在地報名 記者問要不要女民兵 工作人員說 女民兵比較少 正常不招女的 有女兵 要到網上去報名 民兵我們一般不招女的 網上還可以查到福建省南平市松西縣 河東鄉政府官網掛著核證20214號文件 河東鄉人民政府關於開展國防動員 潛力調查核對工作的通知 發布日期是2021年1月13日 統計調查數據的截止時間為2021年2月15日 該調查主要內容也著名為 軍事鬥爭轉入常態化準備 提到2021年國防潛力調查核對內容 重點統計調查 軍民通用裝備物資 各類工種機械 應急通信和電磁頻譜設施設備 氣象水文人員設備和政治動員有關潛力情況 內容還包括支援前線方面的動員潛力統計調查 按施之前辦的部署要求進行 查看網絡發現 有關國防動員潛力統計調查 能查到更早的是湖北省政府網站顯示 湖北省國防動員潛力統計調查辦法 於2006年11月13日 省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公布 自2007年1月1日起實行 而據中共中央政府網站 《中共國防動員法》在2010年2月26日 由時任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公布 自2010年7月1日起實行 其中第三章第15條是 國家實行國防動員計畫 國防動員實施預案和國防動員潛力統計調查制度 據《中國國防報》2019年4月報導 潛力統計調查是所謂 國防動員的基礎工程和基本制度 旨在搞清楚經濟社會中所蘊藏的戰爭潛力 測算評估一個國家能夠支撐軍隊打什麼仗 打多大仗 打多久的底數 網絡信息顯示 在胡錦濤掌權時代 顯有關於國防動員潛力的統計調查 但從習近平第二任期的2018年起特別密集 並且從兩年一次改為一年一次 這類通知一般會發布到地方政府官網 但許多網址在境外無法打開 中國軍網2018年7月18日 一篇題為《動員潛力調查》 著眼暫時所需提值增效的報導提到 國防動員潛力調查 著眼於戰爭需要 依據《國防動員法》的規定 由政府主導 軍地配合 報導寫道 雲南省每兩年開展一輪國防動員潛力調查 由於統計調查工作設計部門行業多 兼職人員多等原因 在2016年的調查工作中 各方面力量同步起來 數據路不全路不實的問題比較突出 這個2018年的報導提到 國防動員潛力調查是每兩年一度 並指出2016年調查存在一些問題 但公開的報導顯示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連續三年 平均是每年都進行國防動員潛力調查 中共軍網2019年3月29日報導 3月下旬 2019年度國防動員潛力統計調查工作拉開帷幕 政府牽頭組織成為一大亮點 澎湃新聞2020年5月22日報導 內蒙古霍林郭勒市 召開2020年國防動員潛力統計調查任務部署會 騰訊網報導 2021年4月16日 陝西省咸陽市秦都區召開2021年國防動員潛力調查統計培訓會 就中共密集統計調查國防動員潛力 旅澳著名法學家袁洪斌對大紀元表示 這再次證明習近平當局 正加快使中國進入戰爭狀態的步伐 目的是應對即將發動的台海之戰 袁洪斌表示 據國內的良知人士透露 習近平當局原來確定發動台海之戰是在二十大之後 也就是2023年到2024年 拜登任期的最後階段 將是發動台海之戰的時間節點 但前不久 阿富汗事變之後 駐阿富汗的美國軍隊在白宮政府的指揮下 幾乎是發生了大潰敗的撤離 刺激了中共軍方的神經 於是 習近平的幕僚 有人認為美軍本質上是不堪一擊的 拜登政府實際上是沒有膽量跟中共決戰的 所以習近平又做出了一個新的指示 要軍方更密切地注意事態的發展 尋找戰機 一旦戰機成熟 絕不放過 他說 也就是在阿富汗事變之後 習近平有可能把發動台海戰爭的時間比原來提前一些 因為他覺得拜登這個政府是軟弱的 袁洪斌說 中共近日誘發文件 不允許私人資本投入媒體業務 那就是要更全面地把輿論徹底控制死 就是從政治 經濟 文化 全面進入戰爭狀態 準備開戰 自2020年7月1日零時期 中共預備役部隊已全面納入軍隊領導指揮體系 由軍地雙重領導 調整為中共中央 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 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校參謀姚成說 預備役部隊就是民兵 是中共武裝部隊的一支 預備役要進行季度訓練 所有的作戰訓練費用都是軍費劃下來的 他說 福建這類沿海省比內地的省多了一支預備役師 一般的部隊是一個炮兵 一個步兵師 福建多了一個海上預備役師 這毫無疑問是衝著海上來的 對福建統計國防動員前例 姚成說 他們做這些統計是有目的的 因為將來在台海打仗時 很大程度上會用所謂人民戰爭的方法去搭 讓預備役衝在前面 姚成說 中共動用這個預備役對台作戰 是非常規手段 叫超限戰 他說 中共軍隊自成立以來 不管他在軍事戰略思想怎麼變化 他的所謂人民戰爭就是人海戰術 中共沿海光預備役人員就將近10萬 姚成說 中共的武裝漁船是機動的 裝甲的 派一條船帶4個衝鋒艇 一個衝鋒艇上可以坐5個人 就是一條船上面可以帶20個人 1000條船就是2萬人 如果他派1萬條船 台灣就守不住了 你也知道 去年有一個人劃著橡皮挺到了台灣 至於中共的國防動員前例調查統計表 劃分年齡段 姚成說 這是因為預備役的士兵不要超過45歲 預備役的軍官不能超過55歲 年紀太大了 沒辦法打仗 談到戰爭的危險時 姚成說 實際上打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為中共沒有把握贏 投入代價大 付出成本高 他認為 目前情況下 中共不會對台灣本島發動戰爭 主要是由於美國協防台灣 中共不敢對台動手 所以中共要想打台灣 它首先得把美軍逼出第一島鏈 姚成認為 台灣暫時還是比較安全的 姚成早前曾向大紀元表示 習近平不怕美國 不怕日本 更不怕台灣 習近平怕的是解放軍 姚成解釋說 習近平很擔心中共軍隊 他上台以後在軍隊抓了那麼多將軍 所以軍隊現在跟習近平不是一條心 要打台灣 軍隊手裡有了武器後 習會擔心控制不住 以上內容由大紀元記者洛亞 宁海忠報導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 點讚 本節目越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